花蓮文史工作者阿榮師以鐵道文史的專業進駐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在一館調度12樓新手獨立書店海好書屋打造了762書庫 展示增長多年的豐富鐵道圖書還有文物 隨著疫情降為二級重新開放也歡迎民眾可以前往餐館市上 外公曾在台鐵復原站擔任占務員 又是長隨外婆探班的花蓮文史工作者阿榮師黃家榮 對於舊石鐵道歷歷在目 啟發他日後對發揚鐵道文化的使命感 黃家榮以其鐵道文化史的專業 受鐵的新供應團隊邀請進駐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在一樓調度室的二樓 攜手海好書屋打造762書庫 展示增長多年的豐富鐵道圖書文物和外公的增長 也議員開工作室的夢 那我們目前規劃的就是說 第一個是我們園區內的一個導覽 那我們知道說這過去是日本時代的花蓮港 這個鐵道部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帶領大家就是來擔任一個小時的一個鐵道部部長的一個體驗 帶大家去巡視一下我們這個每個館設的一個來龍去脈 來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未來會規劃就是說 像譬如說鎬阿威啦或是花崗山啦 甚至說林港線鐵道單車這些路線 那未來我們也是目前我們是依照政府的一個規定 那就是以小團大概八人為主的一個小旅行的部分 那未來如果說等這個疫情比較穩定 然後比較明朗之後 我們也會視情況 然後把這個報名的人數再把它就是擴增這樣子 進駐的調度是是舊花蓮站行空中心 命名為762書庫 是取自改制前的舊台東線鐵路宅鬼鬼距762公里 後來將舉辦走讀講座和工作坊 攜手還好書屋為親子辦活動 還有一日鐵道部處長體驗導覽活動 走讀課程走訪花蓮市區 更多詳情請上臉書粉絲頁 762書庫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HRCP 探索東線的鐵道文化 記得掌幫眼花蓮市報導 到達到